學校德學同學,你不要擔心 今天沒講,我們下一次繼續講 這個考卷一定要把它講清楚的 最重要的是概念 我們這邊其實不是很強調計算 這按計算機就好了 對不對 高一有好好學的同學可不可以告訴我 複利是什麼東西 什麼是複利 請進 什麼是複利 簡單的講,我要簡單的講法 你不要講的太複雜 複利就是下一期的本經 是上一期的什麼 高一沒有學過啊 複利就是你下一期的本經啊 寫上去 下一期 的本經 是什麼東西呢 是上一期的什麼 為什麼不利落 的什麼東西 的本利盒啊 我們講錢滾錢嘛 就是這樣的概念啊 哎 寫上去 哎呀 看來總是忘得很徹底 等我把這邊講完 我再帶你來看課本 這個課本 這邊到底是在講什麼東西 複利很簡單 其實不簡單 但是我講完 你應該會覺得簡單 下一期的本經是上一期的本利盒 換句話講你的本經會怎麼樣 你的本經會長大的 你計算利息的那個基準 他是會變大的 所以請問你喔 複利對你比較好 還是單利對你比較好 當然是複利喔 因為如果你採複利這個概念喔 你的本經會變大的 啊你本經變大 你的利息是會變多 你懂這感覺嗎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喔 一樣來寫剛才這個表格 來大家一起來一起來喔 我們在1月初的時候 存入多少錢 A元 來寫上去 一樣是A對不對 我的本經 來就是A 1月初請存進去 會不會有利息 不會啦 怎麼可能馬上有給你利息 當然是0嘛 這個時候你的本利盒是多少 本利盒就是A 來寫上去 這裡都很簡單對不對 好 到1月底的時候 有沒有存錢 沒有 我錢就只存這一筆 在1月1號的時候 1月底的時候 我沒有存錢 請問你 我的本經是多少 我的本經還是A喔 欸 可是這時候算利息給你 請問你這時候利息是多少 欸 這時候利息是多少 到1月底的時候 AR 那請問這個時候你的本利盒是多少 本金加利息是多少 A加AR 很好 來寫上去 欸 有沒有問題 然後你再看喔 在2月初的時候 存入多少錢 0元 接下來就是這一題的關鍵 所有的同學看這邊 請問你 這時候你的本金是多少 是A嗎 來 你告訴我 所謂的負利盒 所謂的負利盒 就是下一期的本金 是上一期的什麼 本利盒 所以這一個格子裡面 你要填誰 來拉個箭頭 拉過來 我交得很慢喔 搞不好這一節只能交推題 但是我覺得無所謂 把它講清楚最重要 所以這一個要寫什麼 A加什麼 AR 欸 本金會長大喔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問你 2月初 他要不要給你利息 不要喔 我們是期末節帳 所以2月初怎麼可能算利息給你 這時候利息是0 好不好 所以這時候你的帳戶裡面 本金加利息是多少錢 還是A加AR 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喔 慢慢講喔 好 然後到2月底的時候 來 存入0元 這時候你的本金是多少 A加AR 欸 這時候你的利息就很重要囉 這時候你的利息 你告訴我是什麼東西 這一格是什麼 這一格是什麼 你的本金是A加AR 請問你到2月底的時候 他給你多少利息 這一格要寫什麼 這一格要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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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加AR 花號 再乘你多少 再乘你R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對啊 是不是這樣子 你的本金現在是他欸 對不對 再乘上R%對不對 這就是你的利息啊 那這時候你的本利盒 來這一格要寫什麼 我寫給你看喔 我寫給你看喔 我寫在旁邊 A加AR 再加上 括號A加AR 再乘你R 來 同學這個要怎麼畫簡 這個畫簡很簡單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A加AR 這裡有A加AR 我們可以把誰提出來 我們可以把A加AR提出來 提出來後面是誰 E加AR 對不對 然後前面這裡 我們可以再把A提出來 所以它變成A乘上E加AR 再乘上E加AR 所以它會變成A乘上什麼東西 E加AR的什麼 括號平方 有看到嗎 所以這一格 欸 看我這一格是什麼東西 A乘上E加AR 括號的平方 哇 負力比較複雜 對不對 沒有關係我慢慢講 這樣可以嗎 欸可以嗎 可以嗎 好 然後再來喔 再來喔 你這個表格回去要仔細研究喔 到第三個月的起初的時候 存入多少錢 0元 來請問你 這時候你的本金是多少 欸 下一級的本金是上一級的本利盒 所以請問你 這時候你的本金是多少 欸本金是誰 這時候你的本金是他喔 來拉一個箭頭過來 是不是他 也就是A乘上E加R括號的平方 這時候他是你的本金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三月初當然不算利息 這個沒有利息 這個利息是0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帳戶裡面有 A乘上E加R括號平方 這麼多錢 對吧 好 再來 到了三月底的時候 來存入多少錢 0元 欸 你的本金是多少錢 欸 你的本金是A乘上E加R括號的平方 對不對 對吧 你的本金沒有變啊 對吧 但是這時候他要算利息給你喔 你告訴我這時候你的利息是多少 呵呵 利息是多少 A乘上E加R括號平方 再乘上R 對不對 對不對 啊 這時候你的本金呢 我算給你看喔 這兩個加起來 A乘上E加R括號平方 再加上A乘以E加R括號平方 再乘以R 欸 前面有A乘E加R平方 後面又有A乘E加R平方 所以我們可以把A乘上E加R的平方 把它怎麼樣 提出來 然後提出來之後 後面變成多少 E加R 所以整理一下 它變成A乘上E加R的幾次方 三次方 哇 所以這一格是什麼東西 你的本利盒是A乘上E加R括號的三次方 哇 很辛苦喔 我講完了 你如果來你請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先把這個講完 先把這個講完 這裡面有些東西我覺得要講一下 欸 這個應該怎麼說呢 來 同學我問你喔 負利喔 你的本金會長大對不對 然後你觀察它的本利盒 現在拿出你的筆 欸 經過第一期 你的本利盒是多少 A乘A加R 其實你可以把它寫成A乘上E加R的幾次方 一次方對不對 欸 這樣可以嗎 A乘上E加R的一次方 然後到第二期期末的時候 你的本利盒叫做A乘上E加R的平方 你應該已經有看出規律了 經過N起的本利盒是多少 A乘上E加R的三次方 你應該已經有看出規律了 所以請問你 經過N起的本利盒是多少 A乘1加R 對 它就是 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A乘上E加R的什麼東西 N次方 寫成中文就是這樣 就是本金乘上E加上R是什麼東西 R就是R% 其實這邊寫R不太好 我覺得這邊應該有把它寫清楚 應該有寫R% 我剛才那邊就偷懶 P%都沒有寫 OK 環境乘上E加利率 知道 N次方 這讓我們在講什麼嗎 本利盒 好不好 這是負利的概念 單利跟負利 其實你把它搞清楚就可以 這個的話 我在想 有一個東西 我先跟他講一下 可是講一講搞不好就要下課了 來 你把這個東西寫在課本上 因為這課本有寫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欸子妍有幫我拍這邊嗎 幫我拍一下 你這個例子把它寫上去 如果我現在本金100塊錢 OK 寫上去 本金100元 我再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然後 年利率 是幾%呢 10% 本金100元 然後銀行跟你講說年利率是10% 現在哪有年利率10% 現在年利率很低 他跟他講年利率10% 好那現在我們來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我每半年就負利一次 問同學一件事情 每半年就負利一次 兩次嘛 我把它分成上半年跟下半年 上半年 跟下半年 好 誰可以告訴我 上半年的本利盒是多少 欸這你們會算喔 上半年的本利盒是什麼東西 本金本金是100塊對不對 然後乘上1加什麼東西 欸這時候我的利率是多少 欸是10%嗎 年利率是10%喔 可是我半年就算一次利息給你 所以這時候寫10%不太好吧 這時候應該是幾% 你們小時候沒有學過啊 這時候應該是幾% 應該是5%啊 我每半年就算一次利息給你不是嗎 對吧 欸是不是這樣子 你知道我講什麼 這會嗎 所以請問你 經過半年之後 你的帳戶裡面會有多少錢 105元啊 對不對 欸是不是這樣 懂不懂我來講什麼 會嗎 看一下好不好 好 那到下半年的時候 請問你這時候你的本金是多少錢 欸我算負利喔 所以你下一期的本金是上一期的本利盒 所以這時候你的本金是105元 對吧 然後再乘上1加什麼東西 來這裡是幾% 5% 來這個哪一個同學幫我算明一下 這個是多少錢 欸我們現在進入下半年 這個是多少錢 欸 有人要幫我算嗎 下半年啊 這時候到了整整年結束之後 我的帳戶裡面會有多少錢 我自己按計算機啦 不知道有沒有按錯 算出來是110.25元 我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負利比較好還是單利比較好 但是負利喔為什麼 如果是單利的話 你告訴我 經過一年之後 經過一年之後 這個 你告訴我你的本利盒是多少錢 110 可是我如果用負利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欸本利盒比較高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個很自然的想法 就是說 那如果我分的更多集 我不要半年負利一次 譬如說我們可以多久就負利一次 我們如果把時間縮短 負利的時間縮短 分更多集 譬如說月負利好不好 來第二個 我們每一個月就負利一次 我總記得這我高一好像有教過 但是同學露出很疑惑表情 所以我想說 可能大家都忘記了對不對 來 如果是月負利的話 請問你喔 這是分成幾期 12期對不對 所以我要算12次利息 根據剛才這個公式喔 經過12期 我的本利盒是多少 本金是100元 乘上1加上 來告訴我 這時候我的利率應該要怎麼寫 欸 不是應該是0.1嗎 那現在分成幾期 12期 所以這把除以12 然後請問你 這邊要幾次方 12次方 對 本利盒的公式啊 是不是長這樣 好 我有按計算機啦 這個按出來大約是多少錢喔 大約是110.47 110.47 欸 所以說你也發現喔 如果你每個月就算一次利息 欸 你的本利盒又提升了 對吧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個想法 就會想說 欸 那如果我再切得再更細一點 如果我每一天都算一次利息 這個叫什麼 日負利 每天都算一次利息喔 那這樣一年下來要算幾次利息 算一下 加上